詹勇然今天與辛吉思贏得生涯首座大滿冠女雙冠軍後,隨即針對台北市大運的退賽風波,與個人臉書粉絲團發表聲明,表示已透過辛吉思向美王大會申請賽成言後,希望兼顧美王與世大運,卻因意外的身體狀況決定棄賽,特別向混雙打黨謝正鵬與所有關注是大運的朋友,求迷說抱歉。 詹勇然聲明全文如下,大家好,我是勇然,一支星系是大運因我而起的風波,但必須集中精神在美王應戰,因此落幕後第一時間跟大家說明。 2017世大運在台北舉辦美王賽事緊接期後,我想為家鄉出賽,又希望爭取美王機會,真的很想兼顧我的搭檔新吉思,Moltena Hinges,協助向美王大會申請,讓女雙手輪排到31分之8之後再打。 世大運混雙若進金牌戰,才判仗也願行文至美王說明。 但身體不是是沒想到的意外,當時身體狀況僅由現場醫生判斷才做出棄賽決定,這造成大家誤會和紛擾不斷。 我個人要負最大責任,特別向混雙打擋謝正鵬說聲對不起,抱歉沒能一起奮戰,在家鄉主場得到更好成績。 也要向所有關注世大運的朋友及球迷說抱歉,原本希望能幫台灣在女雙、混雙和女團都拿金牌,讓大家失望了。 很抱歉道歉和說明晚了些,但因我必須先專心在場上,身為運動員,只有拿出更好成績,才能不辜負球迷們對我的支持和期待。 我會繼續努力,謝謝大家。 勇然於美國紐約2017年9月10日,忠實電子報。